哦,这个周末聚会是多么精彩啊,我发展这个生意已经有42年,我一点也不含糊地告诉各位,这是我们参加过的最好的聚会。 所以,让我告诉在座第一次参加这个聚会的朋友,你们是在一个最好的时候来到这里的,我希望你们是抱着寻找一些东西的目的来到这个聚会的。 对于各位新人来说,我希望你们一开始就走上正轨,对于那些已经参加了一段时间的朋友来说,我希望你们能很快走上更高级别。 对于那些已经参加了一段时间也许脱离正轨的朋友来说,要尽快回到正轨上,这就是这整个周末聚会的目的,回到基本点上。 在我们发展这个生意的这40多年时间里,很多事情发生了变化。 想当年,刚刚加入的时候,我们只有磐石录音机,在座只有很少上了年纪的人才知道什么叫做磐石录音机。 其他人需要去到古董文物店才能够看到这样的磐石录音机。 然后,我们去到了八轨录音机,慢慢去到了卡式录音机,再去到光盘。 现在我们来到了MP3的时代,技术改变了很多,同时,我们讲计划的方式有了很大的改变。 刚开始的时候,我们用黑板来讲计划,在座谁知道什么叫做黑板吗? 我们用粉笔来在黑板上写字,计划讲完以后,你满身都是粉。 当时,我有一个伙伴,他是电台主持人,一般人都以为这样的人在人们面前讲话,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。 我记得,当他讲第一个计划的时候,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字,但他忘记带黑板擦了,所以他只好用手绢来擦黑板。 他一边写一边擦,一边写一边擦,他紧张得满头大汗。 当他讲完以后,浑身都是白色的粉尘,就像一个鬼那样。 后来,我们开始用白板,再后来,我们用投影仪来讲计划,今天,我们用电脑PPT来讲。 聚会也有点不同了,在早期的时候,当时系统还没有定期推出录音带,人们买不到学习录音带, 所以,人们就自备录音机,放在讲台边上。 主讲人讲话的时候,经常能听到录音机换面的咯吱咯吱的声音, 或者,经常有人走到讲台边去更换录音带。 当时,我们的讲台上也没有大银幕,没有大投影。 所以,如果你坐得稍微远一些的话,你就只好用望远镜来看主讲人了。 确实有很多事情不一样了,但我们的基本点是永远不会变的。 这就是我们今天下午想和各位讲的。 在这个生意里,有些事情是永远不会变的。 在这个聚会上,我们就是想和各位谈谈一些永远不会改变的事情。 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篮球爱好者。 最近,我看了一个篮球教练的采访节目。 这个教练带领他的球队连续获得了三次全国锦标赛。 在这个节目里,这个教练谈到取胜。 他说,我们其实并不是经常谈到取胜。 我们经常谈到的是承诺于过程,承诺于细节,承诺于基本点。 这位篮球教练对他的球员说, 我们比任何事情做得更多的是学习基本点, 反反复复,反反复复地做这些最基本的事情, 以至当你睡觉的时候,你还能重复这些基本的事情。 所以说,我们并不是那么在乎取胜, 但我们非常在乎的是过程。 在这个聚会上,我们想强调的是, 所有的胜利者都承诺于过程。 无论在足球运动,篮球运动, 还是这个生意里, 我们都要学习和熟练掌握这些基本点, 然后去应用这些基本点。 今天下午,我们想花20分钟时间谈谈这些基本点。 这些内容是你们所有人都听说过的, 但再听一次也是很有必要的。 今天是星期天, 通常你们或者在家休息, 或者去教会做礼拜, 礼拜结束以后, 你们一般会出去吃午餐, 或者回家自己做点吃的, 然后换衣服,准备出去一趟。 你和你的伴侣坐在车里, 你问你的伴侣, 你想去哪里呢? 我不知道啊, 你想去哪里? 我不知道啊, 去哪里都无所谓, 你想去哪里呢? 我不知道啊, 你说呢? 如果你们不知道要去哪里的话, 你们甚至连家门都出不去, 很多人也是这样去建立这个生意的, 他们整天都圈圈, 但从来都不往前走, 所以今天下午, 我想用这二十分钟的时间, 谈谈一个话题, 叫做目标设定, 这是一个很多人都搞不清楚的话题, 如果你是上班族, 通常有人替你定理目标, 他们告诉你, 你什么时候上班, 什么时候才能下班, 什么时候可以吃午餐, 什么时候可以度假等等, 在这个生意里, 突然之间, 你就得自己去定理目标了, 所以, 我想告诉你们的是一些不同的事情, 我们经常谈到梦想, 也谈到目标, 你们是否知道, 梦想和目标其实是有区别的? 梦想是你的理由, 是你想从这个生意中得到什么, 例如一个新房子, 一个新车子, 全职母亲或者全职父亲, 自由, 旅行, 上台演讲等等, 这就是你的梦想, 而目标, 是你要在生意里达成的某个级别, 以便你可以让梦想成真, 所以, 当我们问你, 你的梦想是什么, 如果你回答说, 我的梦想是做钻石, 这样的回答不是太准确, 你的梦想, 其实是钻石给你带来什么, 达成钻石, 其实是你的目标, 大家明白吗? 所以, 让我们谈谈目标, 什么事情才能成为你的目标, 让我给你六个要素, 让目标成为目标, 第一点, 要让目标成为目标的第一个要素就是, 它必须是写下来的, 如果你让事情停留在你脑袋里, 它就会到处飘荡, 我记得早期的时候, 我跟一个人说话, 当时, 他的生意已经做得很大, 我说, 我不用把目标写下来, 它们都在我的大脑里, 我知道这句话听起来不是特别正确, 要让目标成为目标的第一要素就是, 它必须是写下来的, 首先, 要来到这个周末聚会, 第一件事情是, 你需要写下来聚会的日期, 你需要写下来, 如果我不把事情写下来, 就不会去做, 所以, 首先, 它必须是写下来的, 第二点是, 它必须是具体的, 你不能说我要去南卡州, 这样说的话, 你哪里都去不了, 你必须非常具体的说, 哪个地方, 哪个城市, 所以说, 它必须是写下来的, 还必须是具体的, 同样的道理, 在这个生意里, 你不能光是说我要成功, 你需要非常具体的确定, 成功对于你来说, 究竟意味着什么, 它必须是写下来的, 它还必须是具体的, 它还需要有一个开始的时间, 以及一个结束的时间, 人们如果问你, 你什么时候去那里呢, 你不能说我尽快吧, 这是不行的, 当你来参加这个聚会的时候, 你需要有一个聚会开始的时间, 你还需要一个聚会结束的时间, 你想成为银章, 直戏, 钻石, 你就必须有一个让事情开始的时候, 你什么时候开始这件事情最好呢, 你只有现在这个时刻, 所以你如果来到这个聚会上, 那么就从现在开始吧, 你还需要确定什么时候结束, 在一路上, 你还有着中途站, 当你开车来到这里的时候, 你中间有没有遇到中途站呢, 在建立这个生意的途中, 你们有没有中途站呢, 我们生意里有着什么样子的中途站呢, 一千分, 两千分, 四千分, 七千分等等, 这些, 就是我们在一路上设立的中途检查站, 以便确保你在一路上, 留在正轨上, 我不喜欢说这样一句话, 但在这里, 我必须说, 那就是说, 在定立目标的时候, 你必须要现实一些, 我不喜欢现实这个词, 然而, 我们确实要根据你愿意承诺什么来定立目标, 我看到很多人来到聚会, 确实很兴奋, 确实很有激情, 然后回到家里, 定立了一些从他们愿意承诺, 愿意投入的时间来看, 是难以想象, 难以实现的目标, 然后就得到了负面的结果, 很沮丧, 很泄气, 当他们回来参加下一个周末聚会, 又兴奋起来, 又回到家, 又定立不现实的目标, 尝试补救那些, 他们第一次没有做成的事情, 再加上他们接下来也做不到的事情, 所以还是得到负面的结果, 如果你持续不断的得到负面的结果, 会怎么样呢? 迟早, 你会放弃定立目标的, 错过目标没有任何问题, 但你需要在你愿意做的事情的基础上, 定立现实一些的目标, 目标的下一点, 也是最后一点是, 他们必须是自私的, 有人说, 在这个生意里, 你不能自私, 你需要关爱他人, 这不是我的意思, 自私的目标的意思是, 你不能为别人定立目标, 你不能为你的伴侣定立目标, 你不能为你的领导人定立目标, 你不能为耶格家族定立目标, 你必须为自己想要的东西而定立目标, 所以, 让我们归纳一下, 第一点, 目标必须是写下来的, 第二点是, 它必须是明确的, 第三, 它必须有着一个开始时间, 以及一个结束时间, 第四, 它需要有中途检查站, 第五, 它必须是现实的, 第六, 它必须是自私的, 让我给你一个自己的例子, 当我加入生意以后, 首先, 我看着我愿意做什么事情, 我当时是一个全职医生, 业余时间还要参与很多其他事情, 我想着, 好吧, 现实一点来看, 我们能在五年内做成这件事情, 所以我们就做出了这个承诺, 五年内做成这个生意, 让我告诉你, 承诺和决定的区别, 承诺是一次性做出来的, 但你可以一次又一次的做决定, 你一次又一次的做决定, 所以我们说, 我们要在五年做到钻石, 我做出了这样一个承诺, 就再也不去看这件事情了, 然后, 我把它分解为不同的部分, 根据我们生活中发生的事情, 根据我们的时间表, 我们就决定, 我们可以在第一年成为直系, 然后我把这一点写了下来, 第二步, 我们决定, 我们可以在第二年带出一个直系, 第三年, 我们可以再带出一个直系, 第四年, 我们做了这么久了, 我们应该可以帮助两个组的人成为直系, 第五年, 我们可以再带出两个, 就这样, 我们可以在六个部门都带出直系, 就成为了钻石, 大家能够理解吗? 就这样, 我们写了下来, 做出了承诺, 然后就开始工作, 我们的计划执行得很顺利, 第一年, 我们成为了直系, 然而在接下来的两年里, 我们原来计划一年带出一个直系组, 后来发生的事情是, 我们在两年里带出了七个直系组, 让我告诉你, 这样的事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, 它并不是那么容易发生的, 让我告诉你, 关于目标的另一个要点, 你可以定立一个目标, 但你不能做一个目标, 你能定立一个目标, 你也需要这样做, 你应该这样做, 但你不能做一个目标, 唯一你能做的事情, 就是去做行动圈里的事情, 所以你需要承诺于做行动圈的事情, 当我们从聚会回来以后, 我们确实需要做的事情是, 每三十天定立一个目标, 然后去做我们可以控制的事情, 在我们的小组里, 我们经常会这样说, 控制你能控制的事情, 这样你不能控制的, 但想要的事情就会得以实现, 让我再说一遍这句话, 在未来几个月里, 你也要经常的持续的说这句话, 控制你能控制的事情, 这样你不能控制的, 但想要的事情就会得以实现, 你想要的事情是, 比如说达成一千分, 达成直系, 或者是翡翠, 无论是什么吧, 你是不能控制这些结果的, 但你可以控制某些事情, 让我们来谈谈一些你可以控制的事情, 顺便说一下, 你不能控制你能推荐多少人加入生意, 你当然可以定立这样一个目标, 但你不能控制它, 让我告诉你, 你能够控制什么, 多少人同意, 你可以控制你每天看多少书, 你可以控制每天看书至少15分钟吗, 看我们系统的推荐书, 而不是你们的专业书籍, 不是娱乐书, 而是系统推荐书, 你能不能控制每天至少听15分钟的光盘, 你能控制这一点吗, 当你坐上车以后, 与其打开音乐或者听收音机, 你不如打开一个CD, 你能不能控制参加你有资格参加的所有聚会, 你能控制这一点吗, 因为你如何思考会决定你如何行动, 而你如何行动会决定你的结果, 德士特告诉我们, 在这个生意里, 我们要做的最重要事情, 是教人们如何思考, 如何正确思考, 如何像企业家生意人那样思考, 你是在哪里学习这些思维方式的呢, 从书本里你可以学到原则, 从光盘里你可以得到激励和信息, 从聚会里你可以得到与正确人的交往, 各位能理解吗, 下面两点你能控制的事情是, 大声朗读你的梦想卡片, 这件事情能让你保持动力, 你们各位都有梦想卡片吗, 你应该至少写下来六件事情, 是你希望这个生意能给你带来的结果, 然后随身携带, 你每天早上, 每天晚上, 每天白天的某个时候, 都大声朗读一遍你的梦想卡片, 以便用你想要的东西来滋养你的大脑, 你能不能控制每天朗读你的梦想卡片呢? 下一点是, 接触你的梦想, 你可以去看看你的梦想, 触摸你的梦想, 坐在你的梦想车上摸摸它, 闻闻皮革的味道, 你不能光是看画面, 你必须去到梦想里面, 你可以控制接触你的梦想吗? 至少是每个星期接触一次, 这会让你保持动力和专注。 第六点是, 你能否控制成为自己最好的顾客? 你能否控制确保每个月做到你自己的一百分个人业绩, 向着三百分个人业绩而努力呢? 你能控制这一点吗? 记得, 这些事情都是你可以控制的。 再强调一次, 你可以定立目标, 但你不能做目标, 你只能做这些事情。 你能不能每个月讲十五到二十个计划呢? 你能控制这一点吗? 你如何控制它呢? 首先, 你需要有一份名单, 如果你没有名单, 你就会有很大的麻烦。 所以, 你需要有一份名单, 然后你需要去邀约, 然后是讲计划和跟进。 你有名单的话, 你才会有生意, 所以, 让我们回到你能控制的事情, 你是否认为不断扩大你的名单是否重要呢? 如果你想找一份工作, 你想找工作的最好时间是什么时候呢? 是你正在做这一份工作的时候。 对于在座新人来说, 你还有这一份名单, 所以, 现在去扩展你的名单就很容易了。 你扩展名单的最好时候, 就是你还有这一份名单的时候。 让我们回到你能控制的事情上, 你能不能控制每天认识一个新人, 能还是不能呢? 如果你每天认识一个新人, 你认为你的名单能大大扩展吗? 当然, 你不必局限于只认识一个, 你可以认识不止一个, 但你能不能至少每天认识一个呢? 我并没有说你认识的每一个人都要成为你的邀约对象, 他们也许是你的邀约对象, 也许不是, 你可以问他们几个问题, 再确定他们是不是, 但你能不能做出承诺, 在行动上每天认识一个新人呢? 这些就是你可以控制的事情。 你能不能控制至少一个月一次的和领导人在一起, 回顾自己的生意, 为下一步的工作定下策略和计划呢? 你的领导人会给你们设计一份咨询表格, 当你去到领导人那里做咨询的时候, 要把这份表格填好, 这会把我们带到下一个我们要做的事情上。 我们刚才谈到的大多数事情, 都是和我们的八个步骤以及行动循环相关的。 为了做到所有的这些事情, 你是否觉得要把这些事情都计划好呢? 有没有听过一个说法? 那就是不做好计划的人, 其实是计划去失败的。 所以让我们去到最后一点上, 那就是计划好我们的时间表。 在座多少人是有一份上班工作的? 多少人觉得自己已经不能被雇佣了? 很久之前, 我就已经无法被雇佣了。 首先, 我不喜欢被老板管着。 不过, 在这个生意, 你确实有着一个老板, 那就是你的日程表。 这就是你在这个生意里唯一的老板。 如果我把事情写在日程表上面, 我就会去做。 如果他不在我的日程表上, 我就不会去做。 我其实和其他男人那样懒, 人性本来就是懒的, 但我如果把事情写在日程表上, 我就会去做。 如果我不愿意把事情写在我的日程表上, 我就不会去做。 在和人们谈话, 做咨询的时候, 我发现的一点是, 如果你的生意确实在发展的话, 我相信在你的日程表上可以看出来原因。 如果你的生意停滞不前, 没有发展的话, 我看到你的日程表以后, 就可以看出来原因。 因为我们可以控制的事情只有什么呢? 只有行动量。 你的日程表是你行动量的反应。 如果你的日程表上面什么都没有, 那么你什么都没有做。 如果我看你的日程表, 我就会知道, 你是不是一个假装的生意人, 还是一个真正的生意人。 很多人认为自己是生意人, 但完全不是。 这里有着一些建议, 你可以咨询你的领导人, 看看你是否应该做这些事情。 还记得吗? 我们说过, 以30天为一个周期来定立目标, 30天一个循环, 你可以去到文具店买一些空白的日历, 如果你们已经结婚的话, 就一起坐下来, 在月底的时候, 在一个空白的日历上, 用铅笔来标注你的每一个30天。 记住, 你生命中的每一个30天都是不同的, 你会遇到不同的事情, 不同的情形, 每过一个30天, 事情就会变得不同, 所以我们定目标不要定得太长。 现在, 你拿出你的日程表, 坐下来, 或者和伴侣一起坐下来, 把要做的事情填在你的日程表上, 你需要往日程表上填的第一件事情, 是什么呢? 是即将来到的聚会, 无论当月有什么聚会, 或者是一个大型聚会, 或者是一个中等规模的聚会, 或者每周的聚会, 无论是什么, 这都是你首先要填在日程表上面的事情。 接下来, 你把什么写在日程表上面呢? 我会这样建议, 但请你和领导人咨询再确定, 因为他们最了解你, 最明白你需要什么, 如果你确实非常积极发展生意, 每个星期都出去外面工作五六个晚上, 我建议, 每个月, 你一定要完整地休息一个周末。 为什么这样说呢? 如果你确实积极发展的话, 时不时停下来磨亮你的刀锋, 是很重要的。 如果你有家庭的话, 你需要留出时间给你的伴侣, 你的孩子, 你的生活需要平衡, 如果你什么都没有做, 你不需要经常做这样的事情。 我说的是, 如果你非常积极工作, 每个星期都出门工作五六个晚上, 你就需要每个月拿出一个周末的时间, 什么都不做, 专门用来陪陪伴侣和孩子, 休息一下磨亮你的刀锋。 这样, 一个月下来, 你还有两个周末, 你用这两个周末来做什么呢? 用来发展外地市场, 你需要一些外地市场, 外地的伙伴通常心态更好, 发展更快。 归纳一下, 我们用一个周末来举办聚会, 一个周末用来完整的休息, 另外两个周末, 通常用来发展外地市场。 接下来, 你在日程表上写什么呢? 那就是生意以外你必须做的事情。 在参加这个生意的时候, 我还参与很多社会事务, 是很多团体和机构的负责人, 在教会里担任重要的职务, 有两个孩子, 一个一岁, 一个三岁。 所以当时在生意以外, 我们有很多需要做的事情, 非常的忙碌, 我慢慢放下了很多外面的事情, 以便拿回一些时间。 但是你有多少时间, 就用多少时间来工作吧, 所以说把你的生意之外需要做的事情, 都写下来吧。 下面你就看看你还剩下多少个晚上, 这就是现在这个时候你所拥有的, 可以拿来建立自己未来的时间。 好, 现在你在这些空格里填写什么呢? 首先你填写你个人名单的计划, 跟进和起步。 个人名单的计划, 跟进和起步。 如果你讲计划, 就需要留出时间来做跟进, 当你跟进了以后, 你就需要留出时间给人们做起步。 下一个你需要填写的, 是在深度的工作。 下一个你需要填写的, 是留给生意回顾和业务咨询的时间。 这些都是具体要做的事情, 你需要给他们做好计划。 当你填写你的日程表, 有时候你需要擦掉一些内容, 有时候你需要添加一些内容。 很多时候, 你需要在做计划的时候, 做很多的讨论。 如果你不好好计划好你的工作, 你很可能会失败。 在座谁在使用效率手册的? 我大多数时候都使用电子日程表, 但我也同时使用效率手册。 为什么呢? 因为你需要经常复习这些要点, 发展这个生意的, 所有你需要知道的东西, 都在效率手册里。 另外, 你也需要给你的伙伴设立榜样。 好, 一旦我们做好了这些事情, 我们就可以工作了。 你的日程表就成了你每个月的老板。 做你的日程表让你做的事情, 万一在最后一分钟, 你的日程表有了改变, 某些你订好的约会被取消了, 怎么办呢? 你是不是回家看电视呢? 不是的, 如果那天晚上已经被预留出来, 用来发展生意的了, 那就一定要做一些生意里的事情。 我们有了第一方案, 第二方案, 还应该有第三方案。 你需要有后备计划, 定立约会的时候, 如果你能在同一个时间定两个约会, 那就是最好的了。 万一你两个约会都如期进行, 你可以让另一个伙伴, 帮你付其中一个约会。 实在没有约会的话, 你就去拜访某个新人或者伙伴, 或者去外面放大放大梦想, 反正做一些你生意有关的事情, 既然你已经把它预留出来了, 就做生意有关的事情吧。 好了, 在月底的时候, 我希望你再坐下来, 拿出另一本空白日历, 在这本新的日程表上, 我希望你写下你做到的事情。 第一本日程表, 你写的是你计划做的事情, 第二本日程表, 你写的是你真正做到的事情, 然后看看你的自我约束做的多好, 看看你在哪方面需要调整, 关键是你的计划执行的多好, 你有多么自律呢? 如果你很自律, 如果你做好跟进, 你下个月继续这样做, 当你做到了这些事情, 填好你的咨询表格, 带上你的日程表, 去到你的领导人面前, 你的领导人也许会说, 你做的实在是非常好, 继续这样做下去吧。 他们也许看着你说, 根据你的目标, 也许你需要在这方面调整, 也许你需要在那个方面做出调整。 你们都知道, 业务咨询是多么有价值吗? 最糟糕的事情是, 自己给自己做咨询。 另一件糟糕的事情是, 夫妻之间互相咨询, 向领导人咨询总是最好的, 因为他们对你的生意, 有着一个客观的态度。 如果你填好了日程表, 每个月都这样做, 30天为一个周期, 30天为一个周期, 控制你的行动量, 你不能控制, 但你想要的事情就会发生。 请各位坐下来, 今晚来到这里, 我们确实非常开心, 我们无法用语言来表达, 我们是多么喜欢你们的领导人团队。 几个星期之前, 我们有机会认识了一个人, 并且和他谈了很长时间,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埃里克·亚历山大, 你们大多数人都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, 这个人登上了珠穆朗玛峰, 他比其他人克服了一个更大的挑战, 那就是他把他的好朋友, 一个盲人的登山者, 也叫埃里克, 带上了世界最高峰, 他的朋友埃里克成为第一个, 登上世界顶峰的盲人, 事实上, 埃里克·亚历山大还登上了六个州的最高峰, 每次都带了不同的参集人一起登上巅峰。 当我回想和这个人的谈话, 思考他所做的事情, 我发现, 珠峰和我们的生意两者有着如此多的相同, 例如, 普通人是不会攀登珠峰的, 你们同意吗? 同样, 普通人是不会走进这个生意的, 事实上, 普通人什么山峰都不会攀登, 他们宁愿停留在温暖的山谷里, 对吗? 这就是他们待的地方。 第二个共同点是, 没有人是意外去到顶峰的, 我从来没有听到任何人说, 亲爱的, 你猜不到吧, 我去世界顶峰散步了, 突然之间我就发现自己去到了顶峰, 简直不可置信, 你肯定听不到这样的话, 没有人是凭运气去到顶峰的, 也不会有人是从顶峰开始攀登的, 我们的生意和珠峰确实有着非常多的相同点, 他们分别是各自领域里最大的, 最顶尖的, 在攀登两个巅峰的路上都有人死去, 而且他们都有着各自的级别, 在海拔5200米的大本营, 对于我们来说那就是小鹰这个级别, 从大本营开始往上走, 去到6000米左右的第一营地, 对于我们来说那就是达成1万分, 然后是7000米左右的第二营地, 对于我们来说那就是直系, 然后是7500米左右的第三营地, 对于我们来说那就是明珠, 或者称为助理经理, 然后是8000米左右的冲锋营地, 对于我们来说那就是翡翠, 最后是8848米的顶峰, 对于我们来说那就是钻石, 你是不可能一步就登上顶峰的, 你是一步一步上上下下的这样去攀登的, 有时候你甚至需要从第一营地, 攀登到第二营地, 然后由于天气太恶劣, 需要回到第一营地稍作调整, 然后再去到第二, 第三, 也许还要回到第一营地, 这样来来回回几次, 最后才能登上最顶峰, 你们的生意是不是也是这样呢? 这确实是发生在我们生意里的情况, 你和我在这里, 我们也是在准备攀登一座建立财务自由和时间自由的高峰, 我们把它称为钻石, 你喜欢称它为什么都可以, 或者你希望在这个生意获得的其他任何级别都可以, 我们所有人都是在攀登中, 先帝和我准备谈一些你和我都需要知道的, 关于攀登的事情, 你和我都要成为那些坚持到最后的人, 我们不要做那些半途而废的人, 现在先由我太太和各位分享, 她会和你们分享一些非常精彩的视角, 现在有请我太太先帝, 让我们谈谈我们的攀登吧, 我们在谈的是去达成梦想, 攀登的第一步是走出第一步, 那就是做出选择, 踏上征途, 我们不能得到我们想要的全部, 但我们可以得到我们选择去追求的, 我们都听说过, 这个世界上有三种人, 有胜利者, 有失败者, 还有选择者, 我们可以选择取胜, 也可以选择失败, 这是你们的选择, 你们可以做出决定, 做出选择去攀登你的梦想顶峰, 去攀登你的珠峰, 不要再纠缠在你过去犯过的错误里, 不要再躲藏在过去的错误里, 不出来, 我也有恐惧, 我不会跟你们说谎, 我跟你们所有人说实话吧, 我记得刚刚加入生意的时候, 我的领导人谈到要有150积分, 其中50分是零售顾客业绩,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? 这意味着你需要去销售一些东西, 这让我很慌, 我不喜欢销售, 加入这个生意需要我去销售一些东西, 这让我很害怕, 但我想去攀登我的顶峰, 我心中的顶峰是一个不用上班的地方, 我想攀登, 去到那里, 你知道我学会了做什么吗? 我学会了和正确的人交往, 在座有些人需要放弃你们目前的朋友, 因为他们并没有足够鼓励你去追求你的梦想, 有些人需要放弃你们的某些家人, 亲戚, 或者尽量减少和他们花时间, 虽然你很爱他们, 但他们并没有鼓励你们去追求梦想, 你有没有特别留意你听谁说话, 以及读什么书呢? 我的问题是, 你有没有足够严肃去做这样一些事情呢? 你愿不愿意特别留意你和谁交往呢? 你愿不愿意特别留意你读什么书呢? 我们说, 这是攀登高峰的第一步。 第二步是去追求不平凡, 但是要在平凡中寻求喜乐, 追求不平凡而在平凡中寻求喜乐, 除非你从中学习, 否则经验教不了你什么。 让我们这样说吧, 如果你要从经验中得到教训的话, 让我们从积极的经验中学习吧。 我从一开始就学到的东西是, 开始这个生意的时候, 当我们推荐一些人加入, 而他们后来退出了, 我们就以为是我们自己的问题, 我们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。 我还以为, 我们没有做到所有我们应该做的事情, 帮助他们成功, 所以我们很有内疚感。 后来, 我从这些经历里学到, 你是制造不了成功者的, 你只能找到成功者。 当然,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帮不了他们, 这只意味着我们还是要帮助人们的, 但是到了某个地步, 你就要让人们回到第一步上, 让他们自己决定去成功还是去失败。 这是一个人们必须自己做出的决定, 所以, 我就学会了不把人们的回应放在心上, 因为他们自己需要决定去赢得胜利, 他们需要迈出这一步。 而且还要知道, 他们是一定会遇到抗拒和打击的, 但他们要学会坚持走下去。 我学会坚持不懈, 我们还学会在平凡中找到喜乐, 然后继续走下去, 因为你们要一次又一次地做这些事情。 对于我来说, 领导人告诉我要去做零售, 我是好不容易才学会打电话给顾客的, 我不喜欢做这些事情。 我必须学会寄产品目录给顾客, 我必须学会给顾客写卡片, 我学会给人们写各种各样的贺卡和明信片, 我学会打电话给团队伙伴, 鼓励他们订购产品, 鼓励他们参加聚会, 我学会反反复复做一些非常简单的事情, 我学会在非常平凡的事情中找到喜乐, 但关键是坚持不断地做, 而不要去追求所谓的光环。 如果你们要在平凡的事情中找到喜乐的话, 就必须要做好你们应该做的事情。 在过去的两天里, 我这个对销售怕得要死的人, 卖出了一只牙膏, 四盒粉底, 其中三盒是我的一个高中同学买的, 现在在南美洲的玻利维亚做老师, 他回来过暑假。 四箱XS能量饮料, 三瓶大的丝白洗衣液, 还有三包能量条, 这是一个曾经对于销售怕得要死的人做的, 是我在过去两三天里做的销售。 我发现, 平凡的事情居然也可以做得非常令人兴奋。 我在这些事情中找到了喜乐, 如果你们去做事情的话, 你们也会在平凡的事情中找到很多喜乐的。 当你开着你的车, 去一次又一次地做这些事情, 你会发现其中的喜乐的。 你在一次又一次地吃花生酱三明治中找到喜乐, 你在参加聚会的时候, 即使不想笑, 但还是刻意笑出来当中找到喜乐。 你在不想积极思维, 但还是去积极思维当中找到喜乐, 做平凡事情的喜乐。 我还发现, 我不是最大最优秀的人, 但我知道, 我在一个最大最好的团队里, 你们知道吗? 在这个生意的全世界范围里, 我们今天所拥有的是最大最好的, 要明白我们拥有什么。 当你在平凡的事情中找到喜乐, 你就会成为不平凡。 下一点是, 你愿意做什么事情, 去攀登你自己的顶峰呢? 当你遇到一大堆的困难和障碍时, 你会做什么呢? 这个时候, 你就知道你是否愿意走出第一步了, 一定会有人笑话你的, 一定会有人说, 这事是做不成的。 更糟糕的是, 有人会说, 即使这事能做成, 你也做不成。 但如果你知道你的顶峰是什么, 你愿意继续攀登的话, 你就一定会登上顶峰。 很多时候, 你在人生中学到的最好教训, 是在遇到最大障碍的时候学到的。 伟大牧师和教育家查克斯文多尔说, 我们是在一个胜者为王的世界里, 但很多时候, 最好的教训都是在失败的时候学到的。 痛苦一直都是一个严厉而可信的老师, 比摇着胜利的旗帜, 给我们带来多得多的品质。 我们不能用微波炉来制造成功, 只有通过你的梦想, 以及持续不断的专注, 才能让你登上顶峰。 谈到障碍, 我的最大的障碍是什么? 是我自己。 你知道吗? 它是不会变得更容易的。 重要的是, 我是否愿意继续攀登? 你愿意攀登吗? 这是最重要的问题, 你愿意继续攀登吗? 查克斯文多尔还有一句话, 他说, 勇气不仅仅是上战场的战士才需要的, 考验勇气的真正场合是静悄悄的, 这是发生在你内心的考验。 勇气是, 在没有任何人看着的时候, 当房间空无一人的时候, 你依然继续忍受痛苦, 是当被误解的时候, 你依然继续站立。 做正确的事情并不总是那么容易, 但总是那么必要。 如果你希望向着你的梦想攀登的话, 请各位继续攀登。 现在我请李德继续和各位讲话。 我希望你们写下这句话, 这是一句你们必须拥抱的话, 那就是你们所有问题的答案, 是不会在顶峰找到的。 你们所有问题的答案, 是不会在顶峰找到的, 而是在攀登中找到的。 你们所有问题的答案, 是不会在顶峰找到的。 是在哪里找到的呢? 是在攀登中找到的。 几个星期之前, 勒布朗·詹姆斯和他的队友们, 拿到了NBA总冠军的奖杯。 他们所在的球队, 迈阿密热火队成为了篮球的冠军。 他们是不是在这个时候成为冠军呢? 13个月前, 他们在一次锦标赛中输球, 就在那一刻, 他们成为了冠军。 在那个时刻, 他就做出了一个决定。 我要开始攀登到一个新的高峰,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不是冠军的位置, 我要做我能做的事情, 那就是攀登。 这是很有趣的事情, 勒布朗找到了一个导师, 一个额外的导师, 让这个新教练教他打一个完全不同的位置, 是中场的位置。 他让这个新教练教了他一整个夏天, 教他如何打中场的位置。 结果是, 他们那个赛季打得非常好。 季后赛以后, 他把自己关起门来, 关了两个月, 一个电话也没有接。 在那两个月时间里, 他不是训练就是看书, 他只看积极思维的书, 然后就是看他自己比赛和训练的录像。 他发现, 解决他所有问题的答案, 都不是在顶峰找到的, 而是在哪里呢? 在攀登中。 你和我需要明白的是, 顶峰不会教我们任何东西, 当你达成钻石的时候, 钻石不会教我们任何东西, 让你成为有价值的人的是攀登。 顶峰不会教你任何东西, 是攀登让你成为有价值的人。 现实情况是, 在你的生命中, 任何你想攀登的东西, 都会有人跟你说你做不到。 在座有多少人, 现在已经遇到很多人告诉你们说, 你们是做不到的。 你们多少人的家人亲戚, 跟你们说, 这件事情是做不成的, 让我来看看。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家人亲戚, 我会把我的一些家人给你们吧。 多少人在工作上的同事告诉你, 他们不相信这件事情能做成。 多少人曾经在生命的某个时候遇到过打击, 你们会从生活的方方面面遇到打击的。 很多时候, 打击甚至来自一些你难以想象的地方, 你所有问题的答案都来自哪里呢? 不会来自顶峰, 而只会来自攀登。 现实是, 你不是在得到奖章的时候才成为胜利者的, 你是在攀登的过程中成为胜利者的, 这就是生命的现实。 好, 我们大家都坦诚一些, 在座多少人想过放弃的? 多少人想过要放弃你们的婚姻的? 如果你在这一点说谎的话, 你就会在其他方面说谎。 埃里克·亚历山大在攀登珠峰之前两个月, 他攀登另一座高峰, 摔了下来, 伤得非常厉害, 几乎送命。 在恢复身体的时候, 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的体能和体力还没有恢复, 能不能攀登珠峰呢? 他对他的盲人朋友, 那位也叫做埃里克的朋友说, 我不确定我是不是足够强壮, 登上珠峰, 但我相信我足够强壮, 帮助你去到顶峰。 你觉得这句话听起来如何? 如果你不相信自己能达成直系, 你会不会相信自己能帮助其他人达成直系呢? 如果你不相信自己能达成小鹰, 你会不会相信自己能帮助其他人达成小鹰呢? 在你攀登的路上, 你会持续不断受打击的, 待在山谷的人, 比登上顶峰的人多得多, 你认为这是偶然的吗? 我相信, 在珠峰上面, 我看不到什么交通堵塞, 我看不到珠峰的顶峰有很多人, 倒是有很多人在山脚下, 向着山顶上的人大喊大叫。 我记得埃里克亚历山大在冲刺顶峰的头一天晚上, 他说的一句话, 当时他和他的盲人伙伴在一起, 在帐篷里休息, 就在那一天, 另外一支登山队, 有一个登山者在攀登过程中发生意外, 失去了生命, 另外一支登山队, 也有一个队员发生意外, 失去了生命, 所以就在他们向顶峰冲刺的头一天, 另外两支登山队都分别出现了重大意外, 他们知道这些事情, 他们也知道在这些年里, 一共有一百四十个人在攀登珠峰的途中失去了生命, 他们的身体就散落在攀登途中的各个地方, 在登山途中经常能看到被永远冻住的登山者的身体, 所以到处都有很多的提醒, 所以你面临的选择是, 你要继续攀登呢, 还是就此打住, 回到安全的地方呢, 请大家写下这句话, 我喜欢这句话, 放弃是对于长期问题的短期疗法, 放弃是对于长期问题的短期疗法, 这个生意也是一样, 放弃不会给任何人带来激励, 如果你希望激励任何人, 你必须攀登, 无论出现什么情况, 即使你破产了五次, 继续攀登的话, 你就成了汽车大王亨利福特, 你打破了棒球三阵出局的记录, 继续攀登的话, 你就成了橄榄球大王巴贝鲁斯, 你在第一份工作中就因缺乏创意而被解雇, 继续攀登的话, 你就成了沃特迪士尼, 你三十八岁的时候就丢了工作, 陷入重重的债务中, 你就成了美国总统, 你就是杜鲁门, 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, 继续攀登, 成就你的不是顶峰, 而是攀登, 先帝和我攀登结束了吗? 绝对没有, 让我们坦诚一些吧, 那些攀登珠峰的人都是疯子, 在座多少人赞同这个说法, 多少人同意去建立这个生意的人, 基本上都是疯子, 对吗? 开几个小时的车去一个聚会, 而没有人到场, 然后再开车几个小时回家, 还有所有那些, 我们在这个生意里所经历的事情, 都是很疯狂的, 你有着一个梦想, 你会达成的, 在人生中总是会有着另一次攀登, 总是会有着另一个艰难的仗要打, 有时候我们是一定会输的, 关键不是我们多快能去到顶峰, 关键在于攀登, 你一定会遭受拒绝, 你一定会遇到打击, 你一定会遭遇失败, 你一定会遭遇失望, 你一定会遇到所有这些事情的, 但是你需要的所有答案, 都会在攀登中找到, 而不是在顶峰, 我是在攀登中找到让我的婚姻重新焕发生命的所有的答案的, 我是在攀登中找到提升我的自我形象的所有答案的, 我是在攀登中找到摆脱债务的所有答案的, 我是在攀登中找到改正我很多毛病的所有答案的, 到现在为止我依然还在改正这些毛病当中, 继续往前走吧, 继续攀登吧, 继续相信吧, 一切都在于攀登, 我想告诉你们的是, 我们为你们来到这里而骄傲, 普通人都只会待在山谷里, 而你们不是普通人, 你们在攀登的途中, 我们为你们而骄傲, 继续往前走吧, 继续攀登吧, 继续相信吧, 不要放弃, 我们期待有一天能邀请你们上台, 讲述你们攀登的故事, 一切都在于攀登, 让我们放手去做吧, 继续攀登的故事,